台南安平区发生了杂车事件 有六名扼煞手持球棒狠杂车辆 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民众赶紧报警处理 而根据警方初步了解 双方相互认识 疑似是有债务上的纠纷 虽然说被害车主表示不愿意追究 但警方仍然全力弃捕嫌犯到案 要厘清案情 几名男子停好车进到一旁透天错 结果没多久两部白车开了过来 同样下来几名扼煞 疑似手拿球棒还有原型硬物 就往旁边白车狠敲猛砸好几下 接着快速逃逸 党风玻璃碎成好几个蜘蛛网状 被炸车辆还遗留在原地 但嫌犯车主却是通通都不见人影 都没有回应 油差来送信却铺了空 12号早上6点多又传出台南安平区 有球棒队出没 共两车6人 当时正值上班上课时间 民众吓得赶紧报案 而警方到场 嫌犯早已逃逸无踪 初步了解双方都认识 疑似是因为金钱纠纷 才会起口角引发争执 尽管被害车主不追究 但警方还是要查 将全力侦办 厘清案情 并追究相关不法行为 另外更早之前 在台南永康这处店家 同样疑似遭恶意泼漆撒名指 店门口铁卷门通通被泼上红漆 随即还可见名指 嫌犯选在12号凌晨夜深人静时 动手是不是和店家也结仇 警方也全力厘清当中 一天内就一连发生两起纠纷 就判警方尽快逮到人厘清案情 别让嫌犯持续嚣张 为非作呆 见黄木奇谈报道